我們想告訴大家 是疫情真實 真實實實實 馬來西亞確診病例不斷攀升 累積病例從5月的50萬例 在短短兩個月破100萬大關 隨著醫療需求大增 慈激雪隆分會啟動眾籌行動 當中不乏實業家加入愛心行列 我感覺我們的參與非常重要 我非常喜愛在這裡 看到所有東西都被送出 還有其他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東西 我知道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們就決定要做這個監證 因為這是救人的事 哪怕是我們是一個很新的公司 但我們的宗旨就是有多少例 就做多少事 在彭亨州關丹 隔離中心因入住人數增加 面臨物資短缺問題 尋求刺激援助 經過了我們了解討論的之後 我們提供了他十樣的東西 就是從頭的頭罩 然後到口罩 面罩 防腐衣 隔離衣 腳套 洗手液 和手套 我們全部提供了給他 我們要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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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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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希望這是米之溝馬來西亞綜合報道